鑽石公主號返台乘客發燒 一人送往負壓隔離病房 救護車10萬火急從檢疫所開出 保一總隊警車全程緊跟在後 因為從鑽石公主號回國隔離的19人 有一人發燒 昨天量體溫還有今天早上量體溫都有發燒的情形 雖然沒有超過38度 不過線上的醫師的判斷是 把他後送到醫院的負壓隔離病房 做繼續的觀察跟治療 25號中午左右 救護車突然開進檢疫所 讓現場所有人都緊繃了起來 尤其看到醫護人員穿著防護衣下車 鑽石公主號乘客回台隔離第二天 就有人出現發燒症狀 就怕確診再添一例 相關單位封起神經 土八中心特別報導